美国房地产经纪协会宣布跟卖污者团体达成了和解 同意支付4.18亿美元和解金 以终止指标性的反托拉斯官司 并且取消房仲业界持续多年6%的一个售屋佣金 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有报道指出 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与卖污团体这个协议 将彻底改变目前房屋买卖的模式 美国买卖房屋交易契约常见的6佣金标准条款即将消失 有望降低房屋买卖成本 对计划买房的民众不确是个好消息 但恐怕造成数十万房众失业 代表于1万名房地产经纪人的NAR也同意制定系列新规定 禁止房地产经纪因为将物件刊登在单一集中网站而获得报酬 批评者指出 这种方式导致房价更昂贵 另一项新规为终止经纪人必须登陆多个刊物的要求 以及要求买房经纪人必须与买家签订书面协议的新规 根据现有模式 卖房必须支付买卖双方的经纪人佣金 导致房屋卖价变相提高 根据不动产资讯公司T.D.Covid Insights 部分专家预期不动产佣金将下跌25%至50% 这种结果将开启另类卖屋模式 像是单一均价的中介费模式 虽然现在已经存在 但市占率不高 NAR主席希尔斯表示 虽然和解金数字很大 但他们相信将是整个美国房地产收费 NAR过去要求卖屋者在刊登卖屋服务时 将售价纳入中介人佣金 虽然NAR说佣金可以协商 称这种模式让购物者负担降低 但批评者长久以来抨击 房众已经预期会收到这些费用 让卖屋者感觉如果不提供佣金 恐怕降低房屋成交机会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